現在兩個總統候選人 主要政黨兩個總統候選人 一個有領薪水 一個沒有領薪水 像我這個沒有領薪水的 還一天到晚被我們民進黨高雄市議會修理 那事實上高雄市過去有三位已經有代理市長的經驗 一個葉菊蘭 一個陳其邁 一個許立民 當然我是希望高雄市議會的議員能夠全力支持高雄市政府今年的總預算 那我現在就專心請假 而且依法請假完 專心打選手 而且我沒有任何信心 我覺得青年人越了解我 越會支持韓國瑜 我有信心 因為總統候選人裡面 我有信心 我是最照顧 最關心年輕人 不管是年輕人的在學 年輕人出外做一年的交換生 年輕人的創業 以及年輕人的就業 還有公托 我相信年輕人越了解韓國瑜 一定會越支持 這個我很有信心 所以我對年輕人朋友講 你可以不喜歡我 也可以不投票給我 但請你了解我的政策 我是有信心的 我覺得再重申一遍 民心熱呼呼 民調冷冰冰 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 最關心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民心 千萬不要在冷冰冰的民調數字裡面打轉 那個是陷入一種迷思 何市長講得非常有道理 做任何情況 任何時間都不應該 我們中華民國有檢調啊 中華民國有檢調完整的司法偵查程序啊 怎麼可能呢 希望檢調立刻進入調查 而且調查得越徹底 越嚴格 越好 我們希望總統大選 是台灣人民選擇未來四年 整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場選舉 希望既乾淨 又公平 又公正 而且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要把政見講得清清楚楚 不要用抹黑 不要用造謠 不要用謠言 這都是不健康的 也不符合台灣價值 請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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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